由上星期五開始 一連三日在塔石桌館上的 澳門新號五人足球賽事 吸引來自亞洲七次的競女 包括日本、國家隊 泰國、雞爾吉斯坦、香港、中華、台北 以及關島 聯同東道主的澳門 各族由足總主辦、看法局協辦 新號集團冠名贊助的這項五人足球城市 主辦單位都希望借著今年首次舉辦之後 都能夠成為每年春節期間的 賀歲國際賽事 上星期五一連三日在塔石桌館舉行的 澳門新號五人足球賽事 星期五晚首先舉行了開幕式 多位嘉賓包括社會文化師師長崔世安 看法局代局長黃有力 澳門奧委會主席藍華英 澳門行政總裁韓生 以及新號主席何有龍 主席總政府理事長 中國榮和市民主要為開幕式進行典禁儀式 還在新春期間 無辱無知是中國的傳統習俗 寓意生生猛猛 一切順順利利 這項賽事今年首度在澳門舉行 由新號冠名贊助 足中主辦而體法局協議 希望能夠透過舉辦 首屆這項邀請賽 每年在新春期間 都能夠為本領球迷送上 五人這項的盛洩 今屆比賽來說 有來自日本 現時亞洲排名第二球隊 亦有澳門總共有八支隊伍 我們首先看看在新日離島 由東道主澳門 對著泰國的比賽 鏡頭穿著白衣綠褲 就是東道主澳門 首場賽事對泰國 泰國屬於亞洲強隊 現時是亞洲排名第五 而澳門排名第十九 兩隊實力上有很大差距 但不要緊 希望憑著主場之力 投員多走一步 能夠打出士氣 比賽好球迷欣賞 當日來說 確實是澳門隊 全隊球隊都很賣力 在現場觀眾的打氣之下 也能夠踢出英勇的水準 八支隊伍在頭一輪 勝方將會進入杯賽 而副方將會進入碟賽 兩隊在實力上 確實是存在較大的差距 大國首先由古天球 為這場賽事拉開序幕 當時是上半場六分多鐘 然後這邊又有入球球員 就是滿他金 五人賽在本地希望能夠 將這場比賽來推廣 這邊又射入的就是以士金 很快去泰國已經領先到4比1 就是上半場的賽事 然後滿他金 也是再建一攻的 美肌就交失了 益勢就是5號的彭恆 給他右衛泰國成一球 主持員 交過來羅惠加 好東西 澳門將比數 追回到2比8 2比8 仍然落後6球 然後這邊呢 美肌再建一攻 3比8 仍然打兩個空翻給大家 看看 比賽著到就是 尾段時間呢 澳門就踢一點士氣出來 可惜 始終是泰國來講 幾高一籌的 最後這場賽事 都是3比10 輸了給對手 只能夠跌入負方了 負方來講呢 關檔手量也是大敗比 吉吉斯坦 輸0比14 和澳門呢 就是爭在這個碟賽 梁宗賢 仲仔經常都有球進 澳門領先1比0 阿民到 王國良 第一時間比馬力中一漂亮 又是仲仔梁宗賢 這場賽事來講呢 澳門就在上半場 佔得較多的甜頭 領先到3球了 下半場的比賽 梁宗賢 波人大四起 結果協助澳門 把比數拉到4比0 碟賽方面呢 在這場賽事 關島雖然最近1比4 但澳門仍然都是憑著4比的比數 進入到就是 碟賽的冠軍戰 冠軍戰對著香港 香港在碟賽另一場賽事 就贏了中國 4比2贏了 就是國家隊的 穿著紅色衣服就是香港 好早段的時間 球球都益了 李詩明 完全是沒有人看之下 被李詩明這樣 通了黎振紅的大小坑渠 好了 阿民道比過來 兩鐘燃 第一時間按下去 嘩 厲害啊 中仔啊 幾場賽事也有波入 你看澳門追成1比1 從慢鏡頭看到 阿民道這位老將 國球開來的時候 兩轉S的按下去 哎呀 說還沒完呢 這邊 真是沒什麼運 隊長張哲元擺的烏龍 白白就是益撒香港 左腳踢右腳都沒心的 沒辦法啊 一不就不來 一不就離異 羅惟家也是擺的烏龍 送了兩個禮給香港 說1比3 好了 兩者王國良過了一個 自己一手包辦 這個入球 省中對方球員彈入 最近到2比3 這場賽事 由於五人賽方面 澳門和香港的實力 大家五球而已 贏輸就看臨場的發揮 這個球隊王國良 自己一手包辦 嘩 在這邊 在沒有壓力之下 給對方 黃秋 右鍵一攻 中仔轉身很漂亮 接著呢 也能夠射箍對方的大門 隊長張仁給了他 轉身 拖馬波過來 推順 哇 你看多漂亮 又將比數追近一點 今場賽事來說 大家入球有緣 梅花彈足 相關場奧門 落後3比4 只有一球 張仁給過來 又是中仔 這次第一時間 談完的時候 省中對方的首位 最近到4比4 碟賽的冠軍 將會落到4千元美元 大概三萬多元 也好 這些賽事能夠 獲獎金 增加賽事後觀性 也是增加 球員在場上的動力 哎呀 那麼多烏龍哥 美姬又擺到烏龍了 接著交時間 李詩明又見到東 澳門原本是首度領先 現在被對方的把銷錢 接著這邊也是 藉著罰球 香港將比數拉開到7比5 還有打的 好 澳門獲得個自由球 張哲元射球對方的大小龍門 由高智超擔任守門員 最後一個席位 Copy 在五人賽方面 也是擔起隊長一職 這球球射球了 後面門將高智超的大小龍門 麗派翁受傷 沒有打到的 好可惜最後的時候 也是李詩明 為香港奠定勝局 入環這球球 結果8比6 香港贏了澳門獲得 碟賽的冠軍 至於國家隊方面 在這場賽事來說 成績影真麻麻地 首先第一輪 對著眼前一亮的中華台北 和對方激戰40分鐘之下 打算贏了 7比6 還有十多秒 就是因為球員不集中 被中華台北追成平手 賽成7比7之下 需要互射點球 來決定勝負 國家隊 這群球員來自廣州 都不是正式踢五人賽 好似打小型球 那樣 在這個點球大戰方面 中華台北 現在就領先一球 只球球不進的話就沒有了 果然真的 自己寫出界 結果中華台北 以4比3 在 首輪來說 贏了就是國家隊 可惜 跟著也是輸了給日本 最後去到就是爭 杯賽的貴軍戰 1比3 輸了給吉爾吉斯坦 而國家隊 最後這場賽事只能夠 名列第七 在 碟賽方面 得到一面貴軍 好了 我們馬上看看冠軍戰 進入到最後 決賽階段的兩支隊伍 就是 紅色3的泰國 現今我所見到的這隊 還有就是 現時亞洲排名第二的日本 大陸和日本經常都在這項的亞洲五人賽碰頭 但是在對賽成績來說 就是日本一面左右 都是能夠順利全勝的 至於在泰國近年也是五人賽方便 有較大的進步 在比賽來說 不會說很大的差距 大家都是 五五或者六四 哎呀 第一時間見到這邊有個射門出現 就是來自日本隊的 這支日本隊呢 都是換了多名的球員 陣中大家非常熟悉 可能只是有七號 金山有幾 雖然人仔細細大 靈活腳法好 那開球初段的時候呢 泰國啊 有幾次的搶攻啊 都在日本門城製造的險城 哎呀 這球球看著怎樣 4號就是高達 踩下去啊 踩到就是金山有幾那裡 球證啊 立刻出示紅牌 一個離場 那麼五人賽離場的話呢 就是少打過了當然 那麼兩分鐘 兩分鐘之內 如果你入了球呢 立刻可以入一名球員 那麼如果沒有入球 經過兩分鐘之後呢 你也可以由第二名的隊員 代替入場了 那麼上半場兩隊0比0 那麼換邊之後呢 泰國又 有位球員趕出場了 六號啊 六號呢 就是倚士金 沒得說了 那麼 那麼兩黃又變一號 又是三打四啊 泰國契可不可以早防守 忍著有了吧 為什麼這四分的時候 金山有幾啊 差少想 門前把坑嫂 那這邊逼掉之下 那麼快腳一刀 終於賽到下半場呢 就是由金山有幾啊 替日本啊 打開紀錄啊 那麼這球球輸呢 就是都沒有辦法了 清不到之下呢 金山有幾折倒了 那麼在禁區外 快腳一刀啊 那麼雖然在教育時間 泰國都搶攻啊 很可惜 沒有能夠追回比數啊 那麼日本就以1比0 在那裡的新紅五人賽 灰賽的決賽啊 那麼1比0順利贏了泰國 那麼獲得冠軍呢 也是得到1萬美元的獎金啊 那麼完場之後呢 泰國方面的籍球員 對於裁判啊 那麼 執法方面呢 有點不滿 幸好啊 大家只是 有少少口角 那麼比賽都完了啦 那麼賽事的結果都出來了 那麼說多都無謂 那麼日本隊 有隊長 就是5號的比加呢 就是從體法局的團長王有力手上 接過冠軍獎盃 贏得這項新紅五人賽的錦標啊 那麼這項比賽來講呢 真是挺熱鬧的 希望每一年都能夠舉辦啊 那麼 除了給本地投迷 可以看到工水長的賽事之外呢 也都是能夠推動本地的五人足球賽事 那麼亞軍就是泰國啊 那麼 那麼體法局代夫局長 大早夜頒發亞軍的獎盃啊 這是屬於杯賽方面啊 那麼杯賽跟大家講多一次啦 第三名就是吉吉斯坦 第四名就是中華台北 而一碟賽方面呢 冠軍就是香港啦 那麼得到4000美元的獎金的 而亞軍呢 就是我們澳門了 很不幸啦 6比8飲幸輸了 比就是香港 但是透過這項賽事 都被我們看到澳門隊啊 那麼確實在五人賽方面 有發展的潛力啊 因為最主要跟亞洲其他地區的距離 不是說拉得多遠 恭喜澳門隊 得到就是檢賽方面的亞軍 那麼有2000美元的獎金 得到第三個就是國家隊 第四就是關島 首先是有請澳門